我想我想讲一个事情 一定会觉得我很好笑 就是 我其实以前的 虽然跟张子怡见过几次面 可是我有点怕他 你知道吗 就我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情 即使他跟我笑 我都还是觉得他有杀气 这个是我的误解吗 还是 你从来没有 这个倒不叫误解 我觉得 他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气场 他气场超强 否则一个 你加一些 好谢谢 否则一个女生 从过去的小孩子走到今天 没有这样的气场 好像也应付不了 所有的事情和命运的转变 种种这些吧 你不是不怕任何人吗 差不多 我干嘛要怕呢 没有 我恐高 比方说 我除了恐高 其他什么都不怕 比方说我主持典礼 张子怡就坐在第一排 你会怕的 我看他那个杀气呢 我就想说我待会再惹他 我就不要第一个惹他 就是他 我虽然没有怕到不惹他 可是我会怕到说 我最好不要第一个就惹他 我先惹惹别人呢 他看状况知道他逃不过了 我再惹他 所以就是没有那个说我测试一下我能不能够跟这个人来往 大致 比方说很多人没有跟我吃饭前他也会觉得我很可怕就会你知道很多人访问我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他们正在发抖 就是就是我就得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和跟你说第一句话我就完全没有任何而反而我觉得你就是我可以特别亲近和跟你说很多我心里话我是这样的 ok 所以你跟你跟张子怡也这样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不会 瑟瑟发抖是绝不会 绝不会吗 绝不会 我想象中的场景是你遇到了一个你克制不住的女生然后你说我要征服他 不是这个场景吗 你看那样会除了累之外还会反正就是麻烦就对 那你们家谁的照片大 他呀 他还能问吗 你说家里你不放照片吗 有 但是大的是他 所以这个这事情是有意识的吗还是就是默默的 他放上了你就接受了 我我就我就没有想这个说 谁大谁小这个 没想 可是不是每个明星都在家里放照片的 正好那个地方是和 是这样 有一点很大的 是我作为礼物送他的 是一个 专门画这方面 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为他画的一个肖像 两米多 你知道吧 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挂在那是ok的 嗯 那至于其他的照片那种的 会是有一面墙是我们和孩子呀或者我们俩就那样的 那家里要放你的歌吗 平时不放的 真的不放 多烦呀 哈哈哈 所以全世界你最想要向他证明你自己的是爸爸吗 我爸爸和 女儿 哦 醒醒 对 嗯 一定是女儿 因为儿子 他两岁的时候每天唱二十遍 一起摇摆 嗯 两岁 现在就是每天拿一个儿童吉他 就这么摔头 后来我我想这应该不需要 不需要证明 对 醒醒更 更是女孩那种 而且和他的 很多的时间更多吗 嗯 爸爸是因为没有机会了 嗯所以更想 是对当他 可以开始因为我 享受一些 生活上更好的 状况 嗯 看到他儿子 哎 终于 他就走了 在他出事前的三天前 嗯 刚在北京我们一家人 嗯 吃了给我吃了一顿饭 聊各种东西 然后我去了 丽江 演出 音乐节 然后我姐姐给我打过来电话 嗯 早上七点多 声音有点发抖 我就觉得不对 他没有直接敢 直接说 他就是说早晨爸爸摔倒了 嗯 心脏 还是心脏的事 他说他觉得好像 不太行了 我一听这话晕菜 然后 我接完这个电话到回到北京 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丽江没有直飞 嗯 哎呀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反正晚上11点多 嗯 我直接见到我爸爸在就是去太平间里见到的 所以我后来写了一首爸爸 嗯 在他 离开以后 三年以后我才写的这首歌 那首歌 我每一次在演唱会上唱 底下的人都会哭 有一轮巡演每一场我都会唱 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不会唱 因为 我我觉得 我心里会觉得不太舒服 我读过一个不知道对不对是 呃 据说你妈妈过世前有说过说他很希望能够跟人家讲 黄峰是一个真的什么样子的人 嗯 所以 他是觉得你被误会了 他特激动 他从哪里知道你被 怎样描述 到处都是那个新闻上什么的 不行 我我我死之前一定一定要找一个 有良心的记者或者什么写一个就是我儿子真实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知道吗 我我我连一分钟都没有 等就是他说完这句话马上我就回答 妈你想懂吗 因为 你有可能倾注了一吨的泪水 写完了这篇东西 然后别人看完了第一秒钟就回答 那是你妈 所以 他能不这么写吗 完了 你所有的心血眼泪都还是会变成别人的 还是会变成不相信人的 久资谈资 就是一个笑话 你跟他讲 这人扫兴吧 那也好过他真正做这个事 不可以的 不要怂 不要不出声 可是去争辩又没有意义 只有一条路 做更牛的事 只有这一条路 每个人有自己心中的尺度 你自己去对一下 你到底是相信 我是这个 还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真的没法说 我也没法说你也不能相信 对 就干脆就是你爱咋着咋着吧 我赶紧做我事 只能这样了 后来我发现他的点不在那 不是说他特别感兴趣你解释什么 不是的 他感兴趣的是他现在没事 他想听进这些事让他的生活 很有色彩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解释什么 没有意义 你最多是别人三天的谈资 可能都不到 对你就把自己放的 平静一些和大家 像好朋友一样 吃喝玩乐 打闹 但是该正事 好好 做就完了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跟你说我就是想唱歌呢 我会告诉他 什么时候我知道你热爱唱歌了 我在帮你 在那之前你放心 你不管你告诉我喜不喜欢唱歌 我也不会帮你 就你可以问我 这个歌怎么写 为什么我这地方唱不好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如果我发现你唱歌是因为 觉得好玩或者说有别的目的 我也不会拒绝 因为年轻人什么 都可以尝试 但我不会帮你的 因为没意义 他就在你的演唱会前面当开场的 加冰啊 好多事都有意思 都能让他完成自我 这个行业 我倒不是拒绝 就我还是有一个前提 你得珍惜 在微博上面说 爸爸妈妈到底要不要替小孩子 决定未来 你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 百分之三四十就足够了 可是当你说 不能不替 当你说很苦的时候 其实某一个程度 就是 干涉了这件事吗 是吧 如果很苦 你告诉我你就是谁喜欢 就像我儿子那镜头 再苦都要 必须弄 我绝对不会有 我不是因为他苦 就阻止他 说作为父母 知道这条路有多苦 而是因为你不喜欢 因为我知道一切的源于你热爱这个菜 你才会做好 无论多苦你都有出息 你要不喜欢 我怎么帮你也没戏 所以你刚刚说百分之三四十是指 你会告诉他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然后你会提醒他 会遭遇到哪些困难 对 那就还是帮嘛 对吧 是是帮 但是当我发现他不不热爱的话我就会停了 真的 因为我知道那结果会怎么样 你就会经历这个所谓的这个圈子和这个行业的各种洗涤 在地上 摩擦来摩擦去 然后 自己 很失忆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对于教育小孩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 到头来还是得商量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争吵 但是这个争吵不会是就那种不会的 觉得这事不是特别较劲的时候也许会 有一方向另一方妥协 也许不也许是这一方不认为是最好的这个办法 但是因为 没法 是是那么针尖对面 因为毕竟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磨合 但是大原则基本上我们俩是 这件事情对于孩子 终究是对的 最后还是会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东西不能变成 大原之间性格的对峙 你跟张子怡有性格的对峙吗 我觉得 无论是谁和谁在一块 都会有 但不会那么激烈 不会的 教育问题 如何处理家里的这些 其实都是最复杂的问题 越复杂的问题 越简单的处理 怎么教一下 也许在这个时间段这件事情不聊了 不谈了 但不是把它搁到心里 准备下一次更大的爆发 也许是 谈一个两个人感兴趣的另外一件 有意思的事情 喜欢的事情 心情缓和之后 开心之后 有好多大麻烦一下就变成了特别 简单的事情 你是有办法 转念的人吗 就是在 会 当下 你可以做到 会会会 我会的 我也有的时候 你重视家庭 对 对 我是很重视 不是一般重视 我最近在读一个书 那个作者就说他 他这辈子最后悔就是他 他太太生孩子那一天 他后来选择去开一个会 他一辈子都 无法原谅自己这件事情 我是就在身边 你陪在旁边 对啊 你所以是你早就准备好了要 要陪着的 对于我来讲 我更希望 第一次 就只给我一个感觉 我是真正知道一个女人 有多厉害 就是就是这个女人是指的所有的女人 是多么的不容易和厉害 对吧 你别老一天到晚牛糊 你看看人多不容易 对就这一次 可是你在你的专业上 你是不是觉得你是 冠军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冠军 我才得努力 我要是冠军 况且了冠军你能有几件呢 对吧